花蓮市公所举办的 Golaki菜奇亚系列活动 在疫情稍微趋缓的情形之下 这个星期六是由龙丝厨的主厨 带领着大家前往重庆市场买菜做菜 市长未在前表示 传统市场里头有各式各样食材 可以做成各国风味的料理 而传统市场里头 也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宝物 欢迎年轻朋友们可以走进菜市场 来感受传统市场的魅力 星期六一大早 许多学员在重庆市场门口集合 迫不及待要等着大厨带领大家去买菜 这是花蓮市公所举办的Golaki菜奇亚 系列活动的跟厨师一起逛菜市场 那在过去几个月 因为疫情的关系有稍稍停歇 但是在疫情的稳定度 有度之后 我们的所有活动 绿绿续开始 那最主要今天要非常我们市场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市场是 具有人情味的一个地方 但是大家往往想不到 传统市场除了我们台式的料理之外 还可以产生出什么样的一个元素 今天就由龙师厨的我们主持 带着我们所有的参与的朋友们来买菜 那我们希望传统市场里面的一些元素 人情味 其实可以做出一道道的异法料理 那我们相信这些异法料理 在我们主持的桥手 还有我们台湾的一个元素里面 产生出美味的料理之后 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对于 产统市场的一个喜好 那我们真正希望说 推动大家能够进到菜市场里面去消费买菜 今天邀请到的是异法料理主厨 阿龙师带领大家到菜市场寻宝 因为重新市场是我经常来买菜的地方 所以这边有一些我们会用到的食材 像蔬菜 番茄 还有像这边的海鲜 还有这边有很好的猪肉 还有原住民的特殊食材都在吃 其实这边有很多小农的东西 比如说像原住民的食材这些东西 就比较一般大众当然都有 一般家庭会用到 然后比较特殊性的 像原住民的一些香料 这边有时候会出现 还有一些新著名的食材也会出现 报名参加的学员都很喜欢做菜 也乐意尝试特别的料理方式 学煮菜 学煮菜啊 对啊 而且觉得费用算便宜 就是事工所办的这一系列这样的活动 还不错啊 还不错 厨艺大增 你喜欢逛传统市场吗 算喜欢 可是其实我在花莲很少来逛 所以今天特别要来 就是在我家附近 然后小小的人 所以今天是来体验 对 有什么期待吗 期待哦 我希望煮的东西 自己煮出来了不要太难吃 我觉得是值得的啦 因为有经过 福斯老师来教导我们 如何的买菜选菜 因为我们也不会说很特地的那个 只要看漂亮的新鲜的就没好 透过竹竹老师他会教导我们讲说 诶 这样更了解 诶 菜是如何的挑选 我去年就有来参加 那为什么还会想再来 因为我们都会家庭一起来参加 孩子对这个也很有兴趣 我们对厨房这个也有兴趣 那你觉得吃文口扮这样的活动 对你们有什么帮助吗 你觉得有收获吗 我们对于农产品的履历啦 履历啦 还有一些有机方面 还有一些 那个食材的履历方面 还有我们对烹调方式 对我们都很有帮助 阿龙师带着大家找寻新鲜 职优 价美的食材摊位 也跟大家说明挑选食材的注意事项 尤其是原住民和新住民摊位区 有许多新奇的植物 让市长和学员们都大开眼界 一趟菜市场逛下来 不管买多买少 大家都是收获满满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